为了鼓励学子在学习领域上有杰出的表现 同时发挥自我潜能并奋发向上 花莲市公所与财团法人爱花莲爱新文化艺术基金会 15号上午特别在美伦大饭店 共同办理奋进爱花莲的奖学金颁发活动 而这次有141名就读高中以及国中小学的学童 来接受公开的表扬以及奖励 奋进爱花莲奖学金颁奖活动15号 上午在美伦饭店举行 这次有141位就读国小国中高中职的学生 接受公开表扬及奖励 总计发出243900元的奖学金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这么多的好朋友 尤其是我们台北同乡会还有私职会 大力的支持我们这样子奖学金的一个颁发 那其实这几年来 我们知道很多的孩子有各种不同多元的一个 要被鼓励的管道 所以我们创生了奋进爱花莲的一个奖学金 那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各个领域上 得到认同支持和鼓励 市长温嘉贤感谢许多善讯人士 好朋友及他的亲人 对这一项有助于鼓励学子奋发向上的活动 给予高度支持 他也表示未来他在县员一职 还是会秉持以往 协同爱花莲爱新文化艺术基金会的董事 持续支持华联市公所举办奖学金发放 期盼每个孩子都可以发挥自我潜能 奋发向上 成为自己生命的舵手之外 也可以以正能量来影响周边的同侪 协实的群华联市报道